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标了这个是音标的意思 这个在这里面它念歌的发音 我们来看两个组合 但凡在单词中见到嘎和见到咕 这个曲都发歌的音 我们记一下嘎 咕 再往后我们来看 根据这个咕可以又引发出了一组新的组合 用这个咕拼上阿拼成 直接拼读成 我们再念一遍 我们把这一行都可以认为是整体认读 读的时候不需要再拼 故意这样读 直接整体认读成 好 记住这个嘎和咕的发音 再看下面一组 在下面这一组中 所有的痴都发咕的音 我们只要需要记住 见到这三个字母的组合 我们就把它念成 开 开 下面这个念 key key 最后这个念 ko ko 我们再来念一下 开 key ko 开 key ko 来 我们看 刚才我们学的那些组合中 在单词中是怎么体现的 我们看到了一个单词 我们要找出自己认识的音节 把它读成我们学过的音 这个单词两个读音 这个是意大利语中小狗的意思 这个词读 ga ne ga ne 下一个词 ga bo ga bo ami ga amiga 无论这个 ga出现在句首还是句尾 它都读 ga 看下一组 这个词 go b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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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go bo la 这个词表示 意大利那种教堂的圆顶 这个词中音要提前 在学的时候就要念成 go bo la go bo la 看下一组 我们刚见过了这样的一个组合 我们见到 chi aga e 这个音节 我们把它发成 开 再根据之前学的中音规则 这个词念 am ke am ke 这个词念 bam ke bam ke bo ke bo ke 下一组我们来看ki的发音 这个chi aga e 出现在这个单词的第一个音节 它念ki 我们看这个词 kimi ga kimi ga 下一个词 buki buki 最后一个词 如果这个ki再拼上一个原因 只需要拼读 kio 这个词念 kio kio 看最后一组 ko的发音 buko buko kobia kobia boko boko kome kome 还有 这个chi 在这个意大利语中 有一个特殊的发音 我们来看 如果见到这样的组合 我们就把它继承 前面这个音节念 chi chi 发ch的音 后面的音节发ch chi 和ch 我们通过这个chi 又引出了另一个系列的组合 如果这个chi拼上了a 像拼拼一样把它拼起来 ch 这个念 ch ch chi chi就是它本身 后面 cho 出 我们再念一遍 整体认读 ch ch chi cho 出 来我们看 这一组发音在单词中 是怎么出现的 来我们找第一个单词 这个chi大写了 这个是中国的意思 我们来看它的发音 china china 第二个 自行车 bi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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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行是ch的发音 我们来看 ch的发音 bichi 如果ch拼上了n 像拼拼音一样把它拼起来 拼成chin 这个词念 chendo chendo 下一个china china bache bache 看下一组 我们认识了这个音节 ch的发音 我们来看这个词念 fogaccia fogaccia 这个词 chiao chiao 下一组 我们来看 chelo chelo che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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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组 lucho lucho chichone chichone chu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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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ch的发音 我们来看下一组 g的发音 g在单词中 我们先来看 先发g的音 我们看到这样的组合 这里面的g都发g 这一组连着念 gagge gi go go 再念一遍 gagge gi go go 这个两个音是特殊的 必须加上这个g g才可以发这个音 之后我们来 再学g的发音 记住这个之后呢 我们来看 通过这个g的发音 又引出了下一组 这个g如果拼上了a 那么念 gwa gwai gwi go go 再念一遍 gwai gwai go go 这一行我们也叫整体认读 来看g的发音练习 我们也是一个一个的看 第一个词 gabia gabia gabano gabano gamba gamba gata gata spaghetti spaghetti gacho gacho la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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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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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a gola gusto gusto legume legume 最后一组 guadano guadano guita guita lingue lingue 再往后看 再往后看 g g 还有其他的发音 如果见到这样的组合 这里面的g就发g的音 我写在上面了 这两个音前面念g 后面这个词念 G和J 通过这个G呢 我们再拼上原音 有另外的组合 这一组也念整体认读 G拼上R这个念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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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这个发音 我们来看发音来洗了 来第一个词 Gi-ta Gi-ta Gi-ro Gi-ro Gelato Gelato Genio Genio Gen-te Gen-te Giacomo Giacomo Abo-ja Abo-ja Giap-one Giap-one Legio Legio Gio Gi-ta Greo Gi-ta Giap-one Gi-ta G-ta Go- человеч G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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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te Gi-ta Gi-ta 来看它的发音方法 写到这儿了 舌尖抵住下额 舌面尽量往上抬 贴住硬额 硬额就是我们所说的 上额的前半部分 形成阻塞 气流绝大部分从鼻腔流出 声带震动 我们再学一下这一组的发音 来看 下一组 如果G加上L又加上E 这是一个固定的组合 这个组合念E 发音方法是舌尖抵住下额 舌面向上抬顶住音额 气流通过舌面两侧 与上雀雀之间形成的缝隙 卸出声带震动 这个念E 所以在单词中 我们要迅速找出 你学过的这些音节的发音 这个E如果拼上了A 就念E啊 我们再念一遍 知道这些音节的发音 我们来看这些音节 在单词中是怎么体现的 来看 我们刚刚学的这个音节 是一个意大利语中 比较新鲜的一个发音 来这个词读 这是一个国家名西班牙 我们再看这个词 在最后一个音节 这个念 下一行 因此能在读单词的时候 迅速找出你已经学过的音节 把它读在一起 下一行 如果没有出现上G-L-E这样的组合 它直接拼的G-L-O 没有学过的话 我们就按之前学的字母 普通的发音 这个念G-L-O G-L-O-B-O G-L-O-B-O 这个念G-L-E-B-A G-L-E-B-A 再看最后一个 继续讲最后一个 A-G-A的发音 A-G-A在单词中是不发音的 它只能辅助发音 所以A-G-A会出现在 这四个音节之中辅助发音 我们之前都见过这四个音节 再来回忆一下 K-K-Ki-Ki-J-J-J-G-G 来看下面的练习 来这个词念 A-Mi-K-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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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课后要多加练习哦 这集就到这儿结束了 Gracia Ciao